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來到 Down Town 我想去一間日本餐廳 之前其實這間餐廳在多仁多都開過 之後沒有了之後 它現在重開 除了餐廳之外 它附設了有一部份 就是賣一些日本的食品、飲品 或者是一些日本的零食 所以我都很好奇 我想馬上去看看 招牌不算大 所以很容易錯過 打開門口你會見到有金魚的招牌 它們的名字跟金魚有關 所以裡面也有金魚層設 有很多不同的清酒 它都有詳細的介紹 另外冰櫃裡面 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雪藏食物可以選擇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日本醬料 包括有些豉油 有些京都來的醬油 還有很多不同的即食的壽司 或者沙律 也有些很精緻的甜點 芝士 還有一些沙律醬 除了關於食之外 有些食的器皿 有些漂亮的陶瓷 手造的Sake杯 甚至乎有些飯盒 蠟燭 帽子 衣服 都是日本製造的 另外也有些很特別的柚子味豆腐 還有植物 當然還有很多我很掛念的日本零食 薯片糖果 飲品類也有很多選擇 有很多我都未見過 也有些酒類飲品可以即場買到 好 回到正題了 餐廳座位不多 也不接受電話訂位 我一來到就馬上問他拿了一個醬 他會馬上傳訊息告訴我 大概要等多久 到有位的時候就會通知我 店員會安排座位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完 就在前台直接買票給錢 錄了單十分鐘 食物就到了 這個日本拉麵 有肉碎 叉燒 有一個很濃的湯底 麵質也挺爽口 另外就配了一些糖心蛋 他亦都很細心的 給了一個自己磨的芝麻梨 還有配了一個他自家製的辣椒醬 那吃下去是怎樣呢 我覺得其實吃下去都挺好吃的 唯一我覺得麵的湯底挺油 但是很香濃 很豬骨味 叉燒都軟滑 又不是太肥 來自於糖心蛋都是醃過的 一吃下去都是爆蛋汁的 都挺滿意 另一款我選了就是他們的招牌拼盤定食 這個拼盤裏面大概有12款食物 裏面有炸物、刺身、壽司、卷物、湯 其實我覺得都挺值得一試的 它會日限量供應 以及因應時節而改變裏面的食材 它有兩大塊日式炸雞 炸雞都炸得挺好 脆漿都脆的 雞肉都不乾身 都脆汁的 它配了少少的沙律醬 讓你放在旁邊點的 都挺好吃 另外有一碟仔 就是這個半生熟的吞拿魚 它在表面有些好遮你撞的東西 原來是一些醬油來的 都挺特別 另外這款就是沙甸壽司 它配了一些大魚子和蔥 還有少少的酸醋 吃起來都不腥 還有魚都新鮮 另外值得一提 它就是有個炸蝦 蝦很大隻 脆漿又很薄 而且入口也很爽鮮 另一款我叫做 就是時靈壽司拼盤 也是餐擺在上面的推介 它的壽司都會因應季節性而改變 今天我吃就是有這些款式 另外就配一個麵豉湯 壽司定食就配合了一個可愛的甜蛋 上面印了一個金魚 當然要試一下我最喜歡吃的海膽 這隻海膽是由日本來的 入口也很融化 很濃郁 而且完全沒有腥味 很好吃 它就有兩款白生魚 這款就是葛池魚 配了薑和蔥都很鮮味 當然少不了吞拿魚腩 吞拿魚腩都很軟滑 很濃郁的味道 亦都不算很肥 最後一款我值得一提 就是它們的大蝦壽司 它的大蝦壽司都沒有欺詳 真的用大蝦和牡丹蝦 做熟去自己做的 很鮮爽 咬下去也很新鮮 其實我自己就很喜歡 一些一站式購物飲食餐廳 今天我們吃了人均消費 大概是每位四十多元 食物的質素性價比 我覺得是非常滿意的 我也會選擇下次再來光顧